长期以来 老牌发达国家一直扮演全球核心企业的总部角色 他们在发达国家设计研发 然后分发到一些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建设工厂生产 生产国获得一些微薄的人工收益 大部分的收益被这些总部国家获取 在此之前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生产了全球很大一部分的工业产品 但是获得的只有微薄人工血汗钱 比如说 很多动辄上万元的奢侈品 从中国工厂发货只需要100美元左右 中国工厂占取了出口价10%左右的利润 西方企业转手卖出就上千美元 赚取了销售价格90%的利润 现在中国正在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开始向全球提供高附加值 高技术的产品和服务 高铁是其中大型的工业产品 手机制造业正在席卷全球 武装无人机在全球热销 这些产品都是在中国研发 然后由中国制造向全球发货 中国的总部经济悄然兴起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最新发布的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 显示了这种变化 这让中国的邻国 俄罗斯感到无比失落 俄罗斯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的领导者 在挑战美国 德国等老牌发达国家的总部地位 而俄罗斯已经沦为资源供应国 只能靠粮食和能源出口获得收益 研发技术能力在衰落 罗美称 虽然俄罗斯目前还在出口武器装备 战斗机 帮阻其他国家建设核电站 但是明显的俄罗斯科研力量 已经无法跟上时代步伐 缺少前瞻性的技术开发项目 现在还在享受苏联工业生育遗产带来的红利 俄罗斯现在参与的一些有前瞻性的项目 往往自己都没有资金投入 无力主导 就比如同中国开发宽体客机 CR929 但是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而不是俄罗斯 就是其命名CR929 代表俄罗斯的R 也是处在中国的C后面 还是在挤进讨论 才得以从C929改成CR929 这也显示了俄罗斯地位的尴尬 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竟显对中国的羡慕 对中国的创新感到不可思议 在短短数十年 中国从一个有数亿饥饿人口的贫穷国家 发展成高科技创新国家 而俄罗斯从庞大的苏联解体之后 一直在衰落 这种差别刺痛了每一个俄罗斯人 王院士在内部讲座中透露 歼20使用了一项黑科技 美军履次研发该技术都失败 这是歼20领先美军FR的关键技术之一 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号哨所 回复黑科技 了解详情 本期 年轻人 дост 新开钓甲权